大家好,我是郭志瑞 你们猜,我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欧洲,乌克兰! 乌克兰是欧洲最便宜的国家 他们有欧洲最便宜的菜 所以今天我要花一百人民币 我要看看我可以买多少 我现在在乌克兰的Kiev 这是他们的首都 这个是他们最贵的地方 我现在在他们的市中心 那我现在去他们的康德基 我要看一看在康德基花一百人民币 可以买什么东西 这个味道让我很饿 他们一个套餐是22人民币 所以这个康德基他们有披着500ml 差不多九块人民币,八块人民币 他们跟美国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他们的康德基里面有很多比较漂亮的女生 在美国他们都有这么高级的 那你们可以看看这个康德基 比较高级 他们装收得不错 他们也有一个东西 插手 这里特别高级 那我刚刚花了一百零零五软明币 那我买了一个汽水 一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零料 一个辣椒 一个啤酒 两个薯条 一个瓦夫 一个冰淇淋 两个包 一个鸡汁 是一个东西一共一百零零 所以我真的很纸 这个是辣的鸡汉堡 但是一点都不辣 只有日天不辣 那这个是康德基的啤酒 但是没有康德基味道 只有啤酒味道 但是这个啤酒我真的不好喝 有点太多水 那我现在去这里的超市 我要看一下一百人民币可以买多少 所以这个超市没有很大 没有没有很大 但是他们有很多很多酒 所以我发现这里人很喜欢喝酒 所以这是他们的牛奶 一共是九百克 应该是克兰 加个五人民币 所以他们的水大概一块人民币 这个果汁很便宜 差不多五块人民币 猪排肉是三十块一公斤 他们水果基本上是进口的 这个是西班牙 这个是土耳其 这是美西哥 这个是巴西 所以他们水果都比较贵 但是你看上面的 比如萝卜很便宜 这是他们当地的菜 本来这个果汁 这个三个菜是土豆 火菜头 还有萝卜 现在因为城货进步很多 所以他们也有其他的菜 这里最便宜的菜是西瓜 那为什么这么便宜 因为应该他们自己做西瓜 他们应该做很多 那这个西瓜一共十四人民币 你们觉得贵吗 那你们看他们在这里有中国的华山 中国的果汁 肯定是中国来的 这个是差不多六人民币 那这是他们当地的意大利面 这个是意大利的意大利面 那这个价格是差不多六人民币 这个价格是二十三人民币 他们有什么区别 那我买便宜的 我买这里当地的 这个皮球开始上特别高级 然后五块人民币 所以这个是瓜子 这里的人很喜欢吃瓜子 很喜欢一直吃瓜子 价格差不多两块人民币 所以这是他们的饺子 价格是十七人民币 八百克 土豆蘑菇味道 土豆蘑菇味道 可能你们从来没吃过 土豆蘑菇味道的饺子 所以这个是很便宜的鱼质 这个五块人民币 这个零食是三块人民币 那这是他们的卖片 八百克 这个差不多七点五人民币 那我刚才花一百人民币 买这么多东西 我有四瓶水 两瓶啤酒 三瓶酸奶 一个果汁 这是一个一袋椒子 这是买片 冰淇淋 这个是crackers 零食 一袋一袋里面 茶叶 瓜子 花生 三个方便面 一袋牛奶 还有一个西瓜 那这个很便宜 但是这个都是当地的品牌 如果买其他的国家的品牌 贵很多 贵几倍 那这个超市是乌克兰最贵的城市 最贵的超市 那如果我去另外一个地方 肯定还比这个便宜 总的来说 这个东西很便宜 为什么很便宜 这个国家的品牌收入 一个月只有两千人民币 那我们现在在Kiev 他们的收入 这是最贵的地方 他们的品牌收入 也只有三千人民币 所以有可能你觉得这个东西很便宜 但是对这个国家的人 这个还是很贵 那为什么这里的收入这么低 以后我做一个视频告诉你们 好 那我现在就吧 拜拜 我是郭J瑞